沙特闷声发大财 在伊朗和以色列打生打死的时候 疯狂发育潘科技 甚至派遣代表团来中国商讨合作事宜 未来中东化石人很有可能是他们 而沙特人认为 这都是遵从孔子教导得到的结果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你要说现在中东 谁有可能成为未来化石人 我说是沙特 如果看过我往期视频 应该都知道 中东三巨头 以色列 伊朗 沙特 我最看好的是伊朗 而非沙特 理由有两个 首先伊朗代理人战争玩得很溜 再加上伊朗方面的政治制度 更适合长期对抗斗争 所以我一直笃信在这场中东三国演义中 伊朗将会脱颖而出 成为最终胜利者 至于沙特 我不觉得沙特能成事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沙特到现在还是奴隶制合法的国家 同时这个国家还采用了高度 政教一体的政治结构 但谁能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国家组织结构落后 政治体制落后的国家 竟然学会了闷声发大财这种技巧 最近沙特工业代表团访问中国 要和中国进行深度工业 经济科技方面的合作 这件事情让美国人都快眼红了 国际政治中有这么一条潜规则 那就是谁家的领导人主动去了别的国家 就意味着他有求于别人 参与国际会议 以及例行的多国访问出外 之前美国特意去了好几次沙特 就是希望沙特能和美国展开合作 结果美国去沙特 然后沙特转手又去中国 美国人受不了这个级别的羞辱 但面临这种羞辱 美国又不得不忍耐 因为现在沙特是中东地区 说话分量最重的国家 我们看看现在中东三霸主的情况 先说以色列 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之所以能成为中东霸主 主要依靠的就是国际政治 以及舆论优势 然后利用这种优势换取经济和军事援助 也就是说以色列能赢 是因为他们被逃欧洲 但是现在以色列在中东 大搞种族灭绝 他一点都不必会打 美国因为被犹太人渗透较深 并且需要以色列作为中东抓手的 不得不援助 但是欧洲国家可不干 现在哪个政府在欧洲支援以色列 就约等于放弃了下届政府领导人的身份 如果以色列失去了外界援助 能扛多久这么好说 然后就是伊朗 虽然我一直看好伊朗 但这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伊朗真的得复仇啊 伊朗组建抵抗之湖 拉鲁周边国家团结到自己身边 依靠的名义 就是向以色列进行大复仇 现在复仇的机会尽在眼前 伊朗竟然放弃了 你别管什么原因放弃的 主动放弃也好 内乱也罢 笨渗透都无所谓啊 关键是你放弃了 一个无法达成自己诺言的国家 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支持 以至于现在伊朗的小弟们 不管是胡塞 阿玛斯 还是黎巴嫩 都会在国际场合上嘲讽伊朗 轰轰烈烈的抵抗之湖 很有可能踢了伊朗自己玩 然而沙特在这场冲突中 不争不强就闷头发育 反而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俄罗斯需要石油能源 给自己的战争兜底 所以他们会去求沙特 美国呢 需要石油美元 稳定国家经济 需要沙特帮忙阻拦胡塞 获得先进的俄罗斯武器 还是得求沙特 沙特一下子成了中东相伯伯 当初拜登还说要让沙特变成建民国家 结果现在还得眼巴巴上门求胖国 事实上对沙特来说 他们只是在遵从孔子的教导而已 阿拉伯国家认为 孔子说的 侍者如私服不舍昼夜的意思是 只要你在河边静静等待 敌人的尸体会自己扶上来 听上去很离谱 但至少一些阿拉伯的文学和语言学教授 是什么翻译的 沙特现在就一句话不争不强 干着伊朗和李斯列 你死我活 最后门声发大财 然后利用自己稳定的国家环境 去和中国进行合作 提升自身科技水平 以及军队的占技术水平 增强国家抗风险能力 现在中东还算稳定的大国 也就只有沙特了 而且沙特有万般不好 至少不跟印度一样在投资人 中国自然愿意在他们身上进行投资 而沙特选择中国 也是因为中国稳定 俄罗斯和美国打胜打死 唯有中国不参与这场竞争 美国就是不希望中国和沙特联系 他也不能拦着 毕竟现在命脉在沙特手里 自己也没多少军事力量 能威胁沙特 只能选择 先捏着彼此阵下来 就目前来看 这场中东三国制 最终有可能获得胜利的是沙特 他们现在面临的唯一问题 就是老国王年事已高 继承人是什么样子 还不好说 不过这也算封建君主制的核心问题 不好办